阿尔德里奇这次再回归呢 一定说只有一个目标了 他不可能说对自己的打算是我在NBA的赛场之上继续奋战多少多少年 而且就算说他预计再能打个两三年 也是全力以赴冲着冠军去 这种大合同之类这玩意已经心灰意乱了 没有什么太大动力了 生涯当中也没想挣钱 阿尔德这些年呢 再讲体格不是说特别好 之前有心脏病隐患 这所以想签大合同乃兹球队会给你呢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类似当年大卫韦斯特走的那条老路 你体格还没有大卫韦斯特好的 韦斯特自从选择将心加工往次之后 再也没有市场待遇 给他任何一个高于底薪的合同了 没有了 这样就是一去不返 阿尔德也差不多解禁 回归之后就是冲着冠军使劲 我感觉呢 冲着冠军使劲的话 当下就没有其他选项 就只能说三选其矣 密尔国级熊鹿 篮网 再有就是洛杉矶户人 三家选择其矣 最终选择谁呢 按理说应该重新为篮网效力 按理说呀 因为上赛季 你就是半途而废 甭管说什么客观理由吧 反正你最终是魅党 是不是这样 而且球队季球赛期间的内线确实无人可用 仅仅是格里芬冲到了第一线 小小弹被弃用 他可能说竞技状态不假呀 史蒂夫纳斯对他完全不信任 克拉格斯顿呢 太年轻 没有经验 攻防两端 在场上呢 这种位置感严重不足 只能说让格里芬长期顶 如果有阿德在呢 情况可能说不一样了 因为内祖希勒赛跟熊武队 较量到最后一个回合才败 所以你说今年这个蓝网队没能夺冠之类的 亏不亏呢 也挺亏 阿德有没有这点责任呢 当然 谁都不想面对这种上令 但说实话你如果 当时你能继续打的话 那可能说是另一个结局了 因此按理说应该重回蓝网效力 但是不得不讲考虑到蓝网队呢 目前核心三人主呢 一是年龄见长 再者一点杜兰特有重伤隐患 除此之外呢 就整支球队这个精气神啊 各个方面啊 因为上一年没上去 多少差点 这玩意你就得是之前做过 这个团队之前做到过 那你可能说再加盟呢 他们有经验了 脚面水平躺 这条道我走通了 走的会更顺畅 谁做到过呢 密尔沃基熊武刚刚做到过 洛杉矶湖人呢 2020年做到过 这都是真正的冠军班底 比狼王要强 所以抛开情面不谈 因为怎么讲呢 生涯到了这个节骨眼 谈情面呢 说说阿尔德里奇这条人 怎么讲 他真说那么在乎情面呢 早些年会不会裸身 加盟圣安东鸟马刺呢 这条玩意尤其生涯 已经到最后的收口阶段了 与其说在意什么 虚无缥缈的情面 倒不如说实事求是 加盟一支有冠军竞案的球队 更加牢靠 那么二选七一加盟谁呢 加盟雄鹿的话 多少点难挺 人家刚刚夺冠 你就加盟啊 多少差点 对不对 那一般来讲 放下历史 多少有味的 一般来讲也不这么干 对不对 人家刚刚夺冠 你就去啊 差点意思 谁呢 去了之后 挺好的 应该是加盟 洛杉矶湖人 因为湖人上赛季可没夺冠 仅仅打到就在首轮 你这回去呢 起码脸面上 如果湖人队最终登顶了 比加盟雄鹿得来的冠军 对于你来说 这个意义可能主要更重 再者一点 湖人队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兵的 俱乐部了 你如果去了之后呢 那彼此之间生活当中 无论是场上场下 一定会有很多的话题可谈的 你绝对不会无聊的 但是去雄鹿呢 雄鹿核心格杀 岁数都不大 跟你们有共同语言 湖人队这些人都是当初老一华的 基本上三十五岁以下的都少 你这样的去了 你都不见得是年龄算大的 你詹姆斯的岁数比你大 所以到那呢 你还能够被亲切的称呼为老弟 你到了雄鹿 你就是老大哥了 多少差点 我感觉阿德去湖人呢 可以 对那环境理想 都是老兵 互相有共同语言 而且这也不是上下级 刚刚夺冠第一支球队 加盟胡人可以 理性判断应该是加盟胡人的 是不是这样 咱们 第四个 好